哈囉大家好 我是捷運汽車凱文 今天就有我凱文 還有這位 王水 王水好 來跟大家介紹這輛 2017年的SUPER 1.4 TSI精英版的車款 那我們今天會帶來五個主軸 第一個是車輛的外觀 內裝 還有它的配備介紹 第二個是我們車輛的收購件價分析 第三個是0到100的加速測試 第四個是車內的噪音測試 第五個是100公里油耗的測試 那現在呢 來讓我們這位model王水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水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也要記得提醒大家 要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 才可以獲得最新車輛的介紹資訊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點個like喜歡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待會我們在影片中提到的相關內容呢 也都會隨時在右上角做補充連結 那大家就要記得訂閱起來囉 那這輛呢是2017年Skoda Super 那Super呢它是在Skoda家族裡面 它是屬於最旗艦的車種 我們從最小的CTGO 小小一台的再上去是Fabia 再來呢是另外一款中型車 Atabia 那這輛Super就是它Skoda家族裡面 最旗艦的車種 這輛是改款的 整個造型都不一樣了 那你知道它是什麼國家做的嗎 應該就是歐洲 好 你們女生最喜歡的水晶飾品 有一個很大的牌子 你知道是什麼牌子嗎 施華洛士騎 沒錯 施華洛士騎是捷克做的 所以這輛車 它也是捷克做的 它有著施華洛士騎水晶王國的工藝 來去做這輛Super的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很多 零零腳腳的設計 甚至它連裡面都做了一些點綴的變化 它這些都有一些水晶的切割面 它特刻意做了一些切割面 來去展露說 這輛車是他們捷克的工藝 近幾年Skoda在我們台灣 越來越往上爬的趨向 這個品牌它打的比較平價 也就是說如果以這樣的配備 這樣的車型 這樣的動力引擎變速系統 它的新車價可能就大概在140萬 那這輛車的售價是119萬 其實一台CAMODI頂級的新車 也要在110萬 我們的店內售價是65萬8 網路優惠可以折3萬 所以就是62萬8 那我們工作現在還有一個 線上下訂的活動 6000可以再折2千嗎 錯 2萬 對對對 沒錯 再折2萬 線上下訂6000當折2萬 對 這輛車就剩60萬8千了 而且重點它是4年不限里程保固 那這輛車是2017年9月領牌的 那我們現在拍片時間是2021年的7月 對 所以它還有保固 下來的車主買回去之後 它可以回原廠去延長它的保固 最高可以延長到7年 但那就是付費的 因為這輛車是剛收購回來了 所以我們也還沒有整理 所以我們來帶大家來巡視一下 車子的介紹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交給王水 好那接下來呢 就來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Skoda的一些外觀的部分 那新款的Skoda車頭燈呢 有著大型的鍍鉻式水箱護照 那頭燈的部分呢 還有非常新的HID頭燈 搭配LED日行燈 那下導流的部分呢 更是有做這個蜂巢狀的飾板 在引擎蓋的上面呢 以及葉子板的地方 都有做出非常俐落的折線造型 可以讓整體的車頭看起來 更加俐落的帥氣喔 那我也覺得呢 這樣子看起來呢 也有那種很成熟男人的一個味道之外呢 也有一點運動的感覺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整體的這個線條呢 都是非常利度的造型喔 那它其實是依照捷克盛產的水晶 去做設計 側裙的部分的線條感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加分喔 那在這個後視鏡的部分呢 有電動調整收折的功能 輪胎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2155R17的尺碼 配上原廠十幅式的旅圈 讓整體的車身呢 更有這種視覺張力的感覺喔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尾燈的部分喔 那它的尾燈呢 也一樣是採用LED的尾燈喔 我覺得非常有這種高科技質感的感覺 那在下寶桿的部分呢 還有做出一些階梯狀造型的變化 所以讓整個車尾呢看起來非常的俐落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凱文哥幫我們介紹 這個Super 1.4 TSI的引擎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輛2014年1.4 TSI Super它的引擎喔 可能王水你會覺得說這麼大台的車 它所搭載的CC數 可能是不是要2000啊或3000CC 現在的造車工藝 它們都是以小排氣量 然後帶渦輪增壓引擎 來去推動車輛 那這樣子去達到節能省油的目的 它有的馬力150匹 150匹只能說在我們社會上算 應該算是夠用 你要去爬坡其實也是可以 因為它扭力有到達25 所以一般渦輪增壓車 它的扭力大概都落在17到22 它的扭力算是這個峰值算不錯 等一下我們來去測它的0到100 還有它的100公里油耗 改款的引擎它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在你高速公路上 持續行走的時候 它可以將你的兩缸去做停止動作 達到省油的目的 我們就讓王水來做車上的內裝 來幫我們大家稍微講解一下囉 可憐你坐在車上的感覺 超舒服的喔 而且它的這個質感觸感超好 很像寶寶的皮膚 它這個都已經搭在全皮椅囉 然後再來調整椅子的方式 在這邊這個是往前 這是椅子往後 那你調整您舒服的位置 它這邊還有一個腰部的充氣功能 很不錯耶 它的椅子真的很舒服 它這個地方 就是它觀感硬頭燈的位置 只剩在AUTO就代表它是觀感硬頭燈 然後這是定速的位置 車輛定速 那接下來我坐到隔壁 來為大家一一的操作喔 好那我再為大家介紹一下呢 它是雙區的恆溫 駕駛可能需要比較冷一點的冷度 那我們右邊可能女孩子 她不想要吹這麼冷 它是可以獨立分開的 那這個就是它室內循環鍵 這是風亮的 風亮的 對 它這個已經有搭載PM2.5 過濾的那個清淨功能喔 那再來就是它這邊這個是代速啟停 因為環保的關係 所以現在代速時間太久的話 引擎會自動洗掉 那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做關閉 它這是後面的尾門的起閉 對 那這AUTO HOLE 電子手煞車 中控鎖這樣 那主要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著不一樣的音響系統 大家比較常用的就是像 Cablet 插上了iPhone手機之後 它就可以來去做連接 有沒有它就有連接到iPhone的功能了 這時候可以直接把你的 工作事項投影在上面 或者是直接聽音樂 對 Google 檔案這個都可以 那在這邊同樣有的 多功能的 像它這邊的一些選單 在這邊可以看到你的油耗 還有多少 溫度 然後還有這個時速 定速的部分 那這邊就是調整音響的音量 其實它扶手也是蠻貼心的喔 因為它的扶手 打開來是相當的大 喔 真的耶 對 那你手摸摸看 它是有風的 喔 真的喔 對 如果你有想要放一點飲料的話 它是有的保冷的功能 因為有冷氣出風 那這個自備架的功能 其實同樣的在這副手套箱裡面 也有一個出風的功能 喔 好貼心喔 對 我覺得這是蠻棒的設計 對啊 然後這邊有記憶卡 那這邊為什麼要用一個 Airbag去關閉或開啟呢 是因為如果你有小朋友 是坐在前座 但是我們台灣法規是不行 對 還是要坐後座 歐洲國家他們有些小朋友 如果坐在前座 他會把他的安全氣囊給關閉 來防止他萬一撞擊的時候 氣囊去造成一個傷害 再來我們來坐坐看後座 那王水現在也坐到後座了 好 那你幫我以最舒服 最慵懶的姿勢來坐坐看 它空間真的蠻大的 對 很舒服 那王水大概多高呢 我160 沒有謊報的 沒有 您大概還有幾個拳頭 可以幫大家測量一下嗎 我幫大家測量一下喔 我現在160公分嘛 那我的話還有一個三 有四顆拳頭耶 大概三個半到四個 那頭部空間 頭部的話 一二 大概三個左右 那我凱文175公分的身高 如果坐在後座的部分 我的拳頭大概還有三個拳頭 那我的頭部空間 還有一個頭部的空間 它後座一樣配置有 這個超浪的喔 其實它這種車有點定義在中型房車 也就是跟BMW的五系列 或者是賓士的E-Class 大概是這樣子的空間大小 所以它在後座的配置上 一定要以舒服為主 因為或許可能是載著主管級的人物 來去做搭乘的動作 那像它後面還有後遮陽臉 那還有一個扶手喔 一樣有的置杯架 那如果你有後面的東西 零食要拿是屬於長型的 那這邊還有更做一個設計 從這邊去取得後箱的物件 那再來呢它舊款的SUPER 它的那個後箱 是很特別的 就是它兩段式的 也就是它可以先這一段 然後再做全線 但新款的就直接改成一段式了 它有著女生很方便的設計 就是它有搭配了電動尾門 如果你今天抱著東西 然後手上按一下 它就幫你打開了 那再來我們讓王水來跟大家介紹 以及操作它放了三個行李箱的大小空間的感覺 它空間還是很大耶 對 大家可以看到 你出國一家大小絕對夠 如果不夠的情況之下 它這邊 也配置了兩個快速傾倒 這個換下去 哇 那張真的超級大的耶 它就是著重於大空間的使用設計 再來它這個雖然是後箱燈 它還有一個便利的設置喔 就是它還可以當作手電筒 對 做手電筒使用 再來呢 我們等一下就會帶著王水 來去做0到100的加速測試 還有100公里的油耗 以及高速隔音 車子的健駕 那希望大家繼續為我們收看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在原地做一個它隔音的測試 首先呢 我們現在發動了它的那個引擎的聲音 所以大概是 68左右 對 那再來我們去做一個比較放大的測試 就是我們 來去做了一個讓它音量很大 到達大概110幾分貝 同樣的在車內 車外 這樣隔絕掉多少的噪音 那我們現在先來測試一下這種巨大風貝的聲音在車外 那大概是103左右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到車子裡面囉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實測一下這台車的隔音的效果如何 好 那我們先來播放一下剛剛在外面那個很吵的聲音 所以大概是在65分貝左右 那剛剛我們在外面實測是103分貝喔 那我自己也覺得它的隔音效果是真的還不錯的唷 哈囉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實測這台2017年的SUPER0百加速的實驗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北投的加油站 來去做油箱加滿動作 那我們這樣的測試就是先把油箱加滿 然後去跑100公里 回來再加一次油 然後這樣就大概可以知道它 這100公里用了多少汽油這樣 好的 哈囉 那我們剛剛已經加滿油囉 它目前的總里程數是51593公里 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的油箱已經是加滿囉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實測我們100公里的油耗囉 走吧 好 那我剛剛已經開完了就是50公里的一個實測喔 那我剛剛這樣子開起來啊 其實因為是我今天就是人生第一次開Skoda的車嘛 那我覺得整體的感覺啊是真的很不錯喔 就是包括它給我的那個回饋性啊 然後方向盤的舒適度我覺得都是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喜好是我不太喜歡那種很輕巧的方向盤 那我覺得它不太會給我這種感覺喔 然後我覺得因為它整體的這個內裝的質感真的很好 它有盲點偵測 所以我目前覺得說 那這樣開起來其實都還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我真的是對Skoda這個品牌真的是蠻大加分的 就是如果之後要買車的話 真的是會蠻考慮這個品牌 因為我覺得它的CP值真的很高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已經跑完了這個100公里的實測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再去把油加滿 我們來算一下它的油耗是多少囉 好的 那我們已經把油想要再度的加滿囉 那可以看一下發票的部分是5.57公升 那我們剛剛總共這樣總共是跑了102公里 所以我們除下來呢是102除以5.57 好 那我們算出來的數字是18.3 那其實這個數字呢跟我們官方的數據呢 其實是真的是非常接近了喔 但是無論它的這個動力的加速 它剛剛給我的回饋跟這個油耗 我覺得表現都很好 那現在的話我們來為大家做一下 我們這個AutoStar的這個線上的估價要怎麼操作喔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點進我們AutoStar的官網裡面 然後呢右上角一個Menu的部分 就有一個線上估價 然後點進去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呢是Skoda的Super 所以呢我們就點Skoda 年份的話呢是2017年喔 好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就是這一款的代號呢 那它的估價是62萬 它的估價系統大概就是它目前來說 一個中古市場的一個行情 但是它會隨著顏色里程 車子有沒有受損 有沒有事故 所以這會影響你的最終的一個收購的金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輛2021年7月 這是權威車訊 這個車的用意大概就是 它的銀行的鑑定的參考價值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Super 2017年1.4 它有告訴你新車大概落在121萬 那這個2017年它的銀行鑑定是在61萬 對 也就是說這個車的殘值在銀行的認可裡面 它可以貸款的金額也可以到達61萬 我們這輛車我們收購成本是55萬 那我們的店內定價65萬 那網路又會折3萬 就是62萬8 那如果你在採用線上下訂 6000折2萬的話 那來到60萬8千 那扣掉人事管銷 那電租成本 那這些其實我們獲利抓不高 以這樣來說已經不到一成了 那希望大家幫我們多多支持與分享 如果有任何需要孤車服務的 也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是0917435209 我們的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區立賢路61號 我們下次見